复仇的黑花蛇 阿威和阿猛兄弟两人住在泰国某一小村子里 他俩是村庄里人人皆知出了名的顽皮小子 每天不是去河里抓鱼摸虾 就是爬到树上在鸟窝里偷蛋来吃 哥哥 加油啊 要是母鸟回来了 那我们又不能把鸟蛋拿走了 是啊 我知道的 那种母鸟实在太凶了 不过 你放心 今天我一定会将这窝窝鸟蛋拿出来的 你们这两个调皮的家伙 又在干什么啊 阿威 快下来 爬那么高 万一掉下来可是会受伤的 没事的 我哥哥爬树可厉害了 他掉不下来的 你们别嚷嚷 要是把母鸟引回来 那要怎么办呢 啊 你这小子又在拿鸟窝里的蛋啊 阿威 那些鸟蛋不能拿 你快点下来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再说了 这些鸟蛋又不是你们家的 我为什么不能拿 阿威 这些鸟都是异鸟 它们吃害虫保护庄稼 你们这样做会让鸟儿的数量越来越少 到那时候 我们的庄稼可会遭到严重病虫害的 没关系的 我拿走这些 它们再重新下一些不就行了 哥哥 你真是太棒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有鸟蛋可以煎来吃了 唉 这两个孩子再这样没归没据的下去可不行啊 它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伤害鸟儿的 就是嘛 它们的父亲不好好管教它们啊 谁说它们父亲没有管它们啊 只是它俩实在太调皮了 都讲不听啊 唉 你们这两个小子又在干什么呢 爸爸 我们刚做了一盘煎鸟蛋 你也尝尝吧 你们俩又跑出去偷拿鸟蛋了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很多次了吗 你们要是再敢去拿鸟蛋 这星期就不准离开家里 到外面去玩 爸爸 我就拿一些鸟蛋嘛 你干嘛要这么生气呢 就是嘛 爸爸 别生气了 来 你也尝尝这些鸟蛋 很美味的 我不吃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跟你们开玩笑 从明天开始 你们俩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待着 哪里也不准去 第二天父亲出门后 直接将院门锁上 将他们兄弟俩锁在了家里 真的很闷 老爸真的把我们锁在家里了 就是嘛 不就拿了几个鸟蛋嘛 也不至于将我们锁在家里啊 哥哥 那我们怎么办啊 现在只能在院子里玩了 院子里有什么好玩的 也没有东西可以抓 是啊 真是太无聊了 说着他四下看去 一眼看到了院墙上有一个黑洞 洞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动 哥哥 你看那里 那个洞里好像有东西 哎呀 里面好像真的有东西在动啊 哥哥 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抓出来看看好吗 这主意不错 既然我们出不了院子 那就在院子里抓太好了 此时 阿威拎起一棍棍子来到院墙上的那个洞下方 然后踮着脚用木棍捅着里面 哎呀 软软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啊 哥哥 里面不会是蛇吧 蛇 不可能吧 阿威刚说完 一条黑花蛇从那个洞里钻了出来 哎呀 还真的是一条蛇 好大的一条蛇啊 我们家院子里怎么会有蛇 太可怕了 哥哥 我们快跑啊 这条黑花蛇从洞口钻出来后 一边吐着杏子 一边四下看看游走着 好像是在寻找将自己吵醒的人 阿威见此情形拿出了一支铁锹 看着面前的那条黑花蛇 你这条可恶的蛇竟然跑到我们的院子里安家 今天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哥哥 你可要小心啊 没事的 今天我非把这条蛇打死不可 黑花蛇似乎知道自己现在已经身处险境 他急猛转身朝着院墙底部的一个洞爬去 阿威见后 举起铁锹朝着黑花蛇狠狠地铲去 黑花蛇的后半三分之一身子被铲子截断了 黑花蛇拖着低血的那前三分之二身子 一下子钻进了院墙洞里 只剩下那三分之一尾巴留在那里 打到了 开爆了 打到了 真是可惜 竟然让他跑掉了 他只剩下三分之二了 就算跑掉了也活不了多久的 没错 真没想到我们院子里竟然会有蛇 等爸爸回来了 我们一定要和他说说 然而 当他们的父亲回来后 得知了这件事情 显得非常生气 我早就知道我们家院里住着一条蛇 你们俩竟然将它给打死了 真是太不像话了 啊 爸爸 你早就知道我们家院里有蛇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赶走啊 就是嘛 蛇多可怕啊 我把它打死了 你生什么气啊 唉 你们知道什么 这条蛇是我们家的守护神 这条蛇和我们住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 因为有它 我们家从来就没有老鼠出没 你俩可好 竟然将它给打死了 原来是这样啊 爸爸 其实哥哥并没有把它打死 只是将它的尾巴砍断了 啊 那就更糟糕了 你们伤害了它 它是会找机会复仇的 要知道 蛇可是很有灵性的 负仇 它都被我打成重伤了 还负什么仇啊 我想这会儿它应该已经死掉了 你们俩再这样顽皮下去 早晚会遇到麻烦的 从那天起 他们一家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条黑花蛇 没有了蛇 家里的老鼠便多了起来 天啊 家里现在怎么有老鼠了 老公 你快来看啊 它们竟然都跑进我们家厨房里了 你看 这些东西都被老鼠给咬坏了 唉 看来我要去买一些老鼠夹了 你以后得把厨房里的饭菜收到柜子里 免得被老鼠给吃了 这么多年了 我们家就从来没出现过老鼠 今天这是怎么了 别提了 我们家的那条守护蛇 让阿威给打跑了 没有蛇阵着 老鼠能不跑出来吗 哎呀 我的书包怎么烂了 哎呀 这是什么味道啊 父亲和母亲听后急忙跑进兄弟俩的卧室 只见阿威拿着一个底部被咬出破洞的书包 好大的尿骚味 这些老鼠真是太猖狂了 不但到处乱咬 还到处撒尿 老公 你得赶快想想办法 是要想想办法了 要不 真的会搞得我们家里鸡犬不宁 然而 父亲用尽了各种办法 不但没有控制住家里的老鼠 反而 却让那些老鼠越来越猖狂 他们家遇到的所有倒霉事都和老鼠有关 老公 你快来看看啊 厨房里的柜子竟然让老鼠给咬了一个洞 里面的食物都被他们给吃过了 这些老鼠实在太过分了 你不是说要在厨房里安放了一些老鼠夹吗 怎么还没买来呢 我早就买来放好了呀 在哪里呢 你自己看看你放置的老鼠夹在何处呢 哎 怎么回事呢 我放置的老鼠夹怎么都没有了 难道那些老鼠夹会长翅膀飞走 是啊 真是太奇怪了 这事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究竟是谁把我安放的老鼠夹给拿走了 爸爸 我们家的老鼠夹不见了 是吗 是啊 是不是你们俩给拿走的 不是我们拿的 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 寸边的排水沟里有好几个老鼠夹 我说怎么看得很面熟呢 原来是我们家的 是啊 我还纳闷呢 谁会把全新的老鼠夹给扔了 啊 老鼠夹怎么会在村边的排水沟里呢 真是见鬼了 我得去看看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们这里的老鼠越来越少了 是啊 我也是有感觉 以前家里经常有老鼠出现 最近有段时间都没有看到老鼠了 我家里的老鼠为什么越来越多啊 最近都快成灾了 不会吧 村子里好多人都说 家里的老鼠最近几乎不见了 为什么偏偏你家的老鼠变多了 我听说最近村子里出现了一条断尾巴黑花蛇 就是它把我们村子里的老鼠都给赶走了 没错 我妻子也说在院子里看到过一条断尾巴的黑花蛇 自从看到了那条蛇后 家里就没看到老鼠了 看来我们村子里的老鼠真的是被那条断尾巴的黑花蛇给赶走的 断尾巴的黑花蛇 难道就是阿菲赶走的那一条 这么说它还活着 这样看来是它把村子里所有的老鼠都赶到我家里来了 它这是在复仇啊 难道家里的那些老鼠夹都是被那条蛇给弄走的 为了防范老鼠 父亲又在家里安置了许多个老鼠夹 并固定在了地面 这样一来这些夹子应该就不会被黑花蛇给带走了 孩子卧室里 母亲看着在文证里熟睡的两个兄弟 她替他俩整理了一下文证便离开了 希望今天晚上老鼠不会再来了 来了我们也不怕 我已经安置了好多捕鼠夹 如果再来 我让他们有来无回的 夜色越来越深 然而她的身体过去了 尾巴却被砍住了 黑花蛇 黑花蛇为了穿过房门的缝隙 只有不停地挣扎晃动着 可是她断尾处的结却一直阻止着她前进 黑花蛇使劲挣扎着 把房门弄得叽叽作响 兄弟俩被吵醒了 什么声音 难道是老鼠跑进来了 蛇 黑花蛇来了 救命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家伙竟然真的还活着 看我今天 不打死你才怪 住手 你还想闯祸吗 对不起 我的孩子伤害了你 请你原谅他的不懂事 阿威 你过来我这里 爸爸 要做什么呢 快向黑花蛇说对不起 他原本是帮助我们守护家园 今天去让你伤害了他 快跟他道歉 对不起 黑花蛇 之前是我的不对 伤害了你 希望你能原谅我 之后 我也不再伤害其他动物 以忏悔之前我都过错 此时 黑花蛇听完阿威的话后 原本凶猛的表情 也慢慢的缓和下来 随后便离开这里 回归于山林去了 有智慧的生活 再有自卑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成熟你的生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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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